一眼的外国人西装笔挺 牵着身穿白纱的新娘子 两个人来台湾游玩 拍摄婚纱做纪念 但仔细看照片背景 居然是一个一个零骨塔位 因为这外国朋友 他们已经结婚了30年 对 然后他是我朋友 然后他们想来台湾玩 顺便庆祝30年 结婚新婚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我做这个行业 他觉得来零骨塔拍摄 好像效果不错 他想来试看看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来了 清明期间 许多民众起了大早 圣中追缘要来祭拜祖先 不过一般人 避之唯恐不及的零骨塔 看在老外眼中格外特别 突发奇想 选为婚纱拍摄景点 金碧辉煌搭配明亮灯光 庄严树木的塔位 不像传统零骨塔 较为沉重阴暗 拍起婚纱照毫无违和感 不过民俗专家认为 到了仙人埋骨之地 还是有些特殊禁忌 事实上过去也有到地的台湾人 因为新郎从事殡葬业 新娘挺着大肚子 就在牧原拍摄新婚照 打破传统禁忌 不论种族信仰 端看个人信或不信 记者黄天耀徐志诚台北报导